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出发十分钟 走了十分钟 然后你再出发 接着我用曲线来表示他们同样的时间 那在这又经过了四十分钟追上了饼 所以会发现从开始到最后追上两个人所走的路程是一样的 而在这一段路程上 饼是用了五十分钟 而饼是用了四十分钟 所以我们能够得到饼和饼的时间比应该是五十比四十的五比四 路程相同 时间和速度成反比 所以速度比就是四比五 好 这是第一个情况 那接着再看第二个情况 甲饼以晚出发二十分钟 这时候饼已经出发十分钟了 所以第二个追击当中 饼是先走了三十分钟 然后甲才出发去追饼 接着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追上了 而这个时间是一小时四十分钟 也就是一百分钟 而我们能够看到同样的路程 饼用了一百三十分钟 甲用了一百分钟 时间的比例是十三比十 反过来速度的比例就是十比十三 所以微饼比微甲应该等于十比十三 而这个时候我们就把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找到了 并比你十四比五 并比甲是十比十三 而它们共同出现的就是饼 在第一个里面是四 在第二个里面是十 所以按照这种通比的性质把它通成二十 那这就变成了二十比上二十五 而这边就变成了二十比上二十六 所以饼的速度是二十分 鞋的速度是二十五分 甲的速度是二十六分 所以从这我们可以得到微甲 比上微鞋就应该等于二十六比二十五 而在最后的那个追击的过程当中是甲追上鞋 甲冰鞋是晚出发二十分钟的 如果我们画一个图也能看得出来 那就是鞋先出发了一个二十分钟 然后又走了一段 甲用了这样同样的时间 而我们知道甲和鞋的速度比是二十六比二十五 所以时间比应该是二十五比二十六 也就是甲用二十五分的时间 你用二十六分的时间 而你比甲多的一份的时间就是二十分钟 所以二十分钟所对应的 那么应该是二十六分减二十五分的一份时间 而甲从头至尾用了二十五分 那再乘二十五得到的就是五百分钟 所以我们会发现甲用了五百分钟 而你是用了五百加二十的五百二十分钟 五百二十比五百化减之后 就是二十六比二十五了 在这道题当中 其实我们反复的再用一个东西 那就是路程相同 速度和时间是成完比的 知道两年的时间比是多少 就能够知道它的速度比是多少了 好 我们来看看具体的解体过程 一丙两人的速度比是五比四 甲丙是十三比十 所以三人的速度比就有了 那么最后的时间就是五百分钟 对于这道题来讲 同学们会发现路程一定的时候 时间以速度成反比 在这道题当中可以说 得到了零零进制的应用了 最后我会发现路程度做法 然后再用一个步行为 以后才能够承认呢 然后再用一个步行为